来,大家好,现在来开始介绍MIGA的纳米焚度 在我们的药水调整完毕后,现在我们要开始做焚度 在做这个焚度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焚度底气 焚度底气就是310S加310H,就是一对一的,底气加硬化剂 在这两个一对一比例调整的过后 我们用喷枪把我们需要做焚度的空间,把它焚度上去 我们焚好了这个焚度,我们必须等超过24小时以上 就是完全干透了过后,底气完全干透了过后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焚度的工作 所以焚度的话,那个药水我们调整好了 就是这三瓶药水,就是B,A2,跟这个A1,还有一个K1,跟K2 这五种药水 所以这个焚度枪的话,就是这一把 爱卡的NSC1000号焚度枪,就是三头焚度 所以这个只是把这个气压管接上去就可以使用 所以一开始,我们怎么操作呢?就是说,这就是 热度水 热度水,我们把这个 纳米喷出的底气 先喷一层,去掉底气上面的灰尘 当灰尘去掉了过后,我们就开始用这个K1 K1,我们把要喷出的弓箭,喷上K1 喷出K1过后,整个 弓箭的表面,底气 这个纳米底气,它是滑面的 所以它会有水出点 所以K1喷出的过后,我们要把它清除掉 而且要清洗的很干净 清洗的话,我们要水冲下去 把这个水全部黑衣冲流 冲流掉 要却煲 干净啊 OK K1 K1 清除完毕,我们现在喷涂 K2 K2呢,这个只是雾化 雾化瓶 我们只是一层,雾化 打上去就可以看 OK OK K2 K2 过后,我们还是需要再冲击一次 OK 冲击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喷涂 所以喷涂的话 这把枪 三个头 它出来 药水 我们一定要测试 三个药水 三个头都同时出来 我们才可以移进来喷涂 如果是其中一个药水没有出来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移进来的 所以我们要割一下 所以我们要割一下 二刀三 一鼓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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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这个硬硬的效果会起来 你看看 好了,把这个墙放进去 这个骨 把水放进去 然后,把水放进去 然后,来 把水放进去 如果有表面,我们可以这样的 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喷嚼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的喷嚼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喷嚼之后 我们停车,看两个 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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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 再 收拾 那就这样我们的生抽就完成了 OK,现在我们要把它撕开 OK,现在我们要把它撕开 完成 OK,完成 OK,完成 我们完成喷嚼之后 我们把水吹干了过后 我们要等上 一至三个小时的时间 给这个里面的水分完全干燥 当水分干燥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上色 所以这个 今天我教你们的这个喷嚼 我会上一个金色 来,现在我来介绍 给大家介绍 就是上色 上色的话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要上一个 橙色 所以橙色这个 它是 这个色酱 橙色色酱 橙色色酱 这一小瓶 我们的比例是10对1 我们10对1的话 我们就加在这个 埃卡SC320的面器上面 所以10对1分量加下去 它就变成 橙色的 这个面器 所以橙色面器 我们就直接 倒入这个气箱里面 我们就可以 放在这个 喷度上面 所以现在给大家示范 上色 所以上色的话 一开始 就好像噴机一样 第一层 我们就是 飞过 所以第一层做后 我们就上色 所以上色 就跟 根据 许客的要求 看他要的 分数 来 搭配 一层 对 我们 看了一层 要等 啊 这一段 一回头 就直接 给他干 看他上 第二层 第二层 上色完毕 ok 上色完毕 过后 我们才来上一个双组份的亲戚 就是 2K 2K 拉卡 ok 上色完毕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 噴上这个 2K 拉卡 就是 装足 会吃起来 好 好 再一 再三 三 一 三 三 三 四 炸完清机之后,我们的盆度几乎就是完成了 看到吗?它的亮度 感谢观看